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來玩一下Pocket MMO 的一個BOSS 的過程 最近大家如果有玩Pocket MMO 都知道它推出了一個BOSS 的系統 現在就跟大家去看看BOSS 如何捉 以及要在哪裡捉 現在就去出發去找BOSS BOSS 會隨機出現在一個地方 要靠其他人去到布料 告訴大家在哪裡 暫時已知BOSS 就在關東出現 所以我們現在就去關東 關東已經看到在燈火山 就是一頭 你看到有一個紅色的頭 這隻就是頭目 頭目有什麼特別呢 現在身上有一隻美納斯 其實也是頭目 頭目美納斯 你看到它有一個框 有一個紅色圍著它的身 你放出來 它會有明顯大隻 它會大隻比一般的蟲 但是...有了 我有了 大家可以看得出它的體型是大很多 至少是大過一個人 這就是個分別 除此之外 它有這個夢特性的出現 BOSS 基本上一定是夢特性 除非它特意改過普通特性 好 那現在出發 你看到已經很多人 因為很多人打BOSS 尤其是這次的BOSS應該是很稀有 那就是這次的BOSS 這次是鳳神犬 看看鳳神犬會出什麼給我 好 好 如果不知道在哪裡 沒關係 你跟著大隊就可以了 大隊的人會一直上 好 要推石 對 BOSS 隨機出現在某個地方 所以用什麼招式機 其實都不知道 這個好像要打 好像要打 要打 那跟大家說一下 BOSS不用怕很快會消失 因為BOSS都會維持一段時間 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都維持至少六十分鐘以上 那它會站到好像七十五至七十分鐘 所以就不需要怕了 在旁邊 好 那大家看到 那些人圍住在這裡 證明它是這個BOSS 中間那隻就是鳳神犬 先看看 有出現過的鳳神犬 男生三萬多 女生呢 女生七萬多 OK 不過應該會跌的 不要緊 好 那跟大家說一下 捉BOSS的技巧 首先進場 你看到是頭目 首先第一樣看的 就是看是什麼性別 因為什麼性別 都很大影響到它的價錢 那男生其實還可以 不過女生可能比較好 不過不要緊 那首先呢 打BOSS之前都要有些準備 就是準備一隻防防班 就是這個暢反吊特性的防防班 就帶這個廣告維根 換了這個特性給它 因為BOSS 它會有機會用一些變化技能 來加強自己 它也有一個叫野性之力的東西 可以提升它的全能力 大家一會兒去看看 嘩 直接捉到 不是吧 加速減防 3V 不錯 正常來說 其實沒那麼幸運 立即捉到 那跟大家說說 剛才如果我沒有進到那個 紅白球的話 它是會 觸發一個叫野性狂 野性之力的東西 野性之力可以增加它的全屬性加1 如果你沒有這個暢反吊 它不斷地上升 其實這一敗都很容易輸 所以這個就要留意 因為捉BOSS都是要一些 前置功夫要準備 那當你打完BOSS或者捉完BOSS之後 它會有一些小怪 小怪都有機會出夢特性 可以捉一捉的 那一樣 如果你要捉一些小怪 或者是打BOSS 其實最好都是打一隻豆粒菇 是萬能的 豆粒菇就是這些技能 有蘑菇包子 然後 點到為止 刀背打 然後 有一招替身 咦 它反傷反死了 閃耀衝鋒 這裡跟會友說一下 那這裡就不要打它 因為它如果用大火推的話 那它就 撞死了自己 就不能捉了 所以這裡只用睡覺粉 這個就因應當時的情況 如果它對面沒有反傷的人 就可以使用 有的話就不建議打它 好 那現在完了之後 我們就看看這個BOSS 就會多少錢 那大概 哇 這個21000 是 是 攻防 咦 被人收了 21000其實超便宜的 因為 現在暫時來說 護主犬應該可以買到很高價 那現在跟大家檢查一下 鳳神犬 先選BOSS 沒有 你看到現在還在買75000 但是經過今天應該就會開始下跌 剛才21000那個 其實我想 那 如果買得到的話 其實是可以賺的 那 而男生那邊 男生那邊應該也是 三萬四萬 因為 陸上組的鳳神犬 我們不要搜尋鳳神犬 都是26000 所以其實暫時來說 這段時間 都還是 女生會比較好賺 但是之後 女生就應該會崩架 越來越多人放的話 大致上 BOSS的流程 先說到這裡 接下來 先說一說 一些關於BOSS你要知道的事項 好了 現在就來說一說BOSS 一些你需要知道的事項 其實只要你打上網 其實都找到 但是我懶得整 所以直接拿來用 這裡有說到 我逐樣逐樣解釋 它是一個名類方式 進入戰鬥 一隻BOSS 然後有三隻小怪 三隻有機率帶夢特性的小怪 一天裡面有四次 現實世界四次 大概 你預算在這些時間 大概預算在這些時間 從凌晨2點至早8點 然後8點至中午2點 然後中午2點至晚上的8點 之後這個就是8點至到凌晨2點 一路路線下去 這就是BOSS出現的時間 大家可以在這段時間 留意著 頻道有沒有人會說 哪裏哪裏有BOSS 又或者是自己在地圖上看看 會不會有BOSS出現 在地圖下面的一個說明 這裡有寫到 頭目它是持續75分鐘的 它有說到 如果2至8這段時間裡面 它最遲最遲就會在6點45分出現 因為它會持續75分鐘 所以它就會在8點完結 然後再開下一輪的BOSS 下一個 它有說到 如果進入戰鬥之後 它所有東西都會鎖定 性別、個體值、性格等 全部鎖掉 沒什麼特別 屬性機制 對戰時頭目傷害和防禦 屬性有一定程度強化 代表BOSS其實 即使它的能力值是 即是它的種族值沒有改 但因為BOSS戰 它會將能力值有一定情況下的上升 所以是特別難打 以及它的傷害特別高 這個就要留意 道具之 道具機制 戰鬥結束後 所有的消耗道具都會反壞 但不包括 氣勢皮帶 樹果 以及這些小偷氣法 交換道具的一些情況 這些要注意 不要換完東西給人 然後拿不到 麻煩 這些就沒有什麼特別 這個不用看了 好 不小心打死了頭目 或者PP用盡掙扎自殺 那怎麼辦呢 它就是說 只需要重新登入這個遊戲 那BOSS就會原地再出現 就算是打死了也不用怕 沒得捉 假設你如果走掉了 它會有兩分鐘的冷卻時間 冷卻時間過了兩分鐘後 就可以再度挑戰這個BOSS 捕捉完之後 當前時間 頭目就會完全消失 只能捉一隻 只能捉一隻 這個捕捉技巧 剛才說過 它會有一個叫野性之力的東西 就會強化自身的所有能力值一級 這裡有說 首次扔球沒中的情況下 必定觸發這個野性之力BUFF 所有能力強化一 除了首次扔球之外 後續扔球不進 都是概率升這個野性之力BUFF 也就是說 你可以把暢反掉這個特性 換掉給BOSS之後 第一ターン之後就立即扔球 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流程 首先降低它的能力 然後再去睡眠它 然後慢慢扔球 這個就是我的一個流程 大家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流程 那就沒什麼特別了 有講到保底 就是有頭目的標誌 剛才說過 它有這個夢特性 而且它有兩項 至少 個體值是31 俗稱2V的個體值 然後它會送到一些糖果 大家可能剛才我沒有講到 它會送一些L或者XL糖果 這個都是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可能都有萬多的糖果 好 到小弟方面 小弟方面 有三隻小弟去到對戰 如果你殺了或者走了 小弟都會直接消失 不會再刷身 小弟呢 那些小怪都會有夢特性的可能 但是機率不是很高 暫時來說 目前頭目是沒有自殺的人 但是很多時候 少數的小弟都會有自殺的人 就好像剛才我狐主犬 它有招的大火推 一推就死了 那我就沒得捉一隻了 好 大致上就是這樣 BOSS的流程就是這麼多 大家如果有些什麼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去到我的直播 問我 都可以 好 今次這條影片 就很簡單地講一講BOSS 這個東西 好了 再見各位 再見